國內的新冠病毒疫情 今天是新增了兩起的本土個案 境外移入則是有四起 另外呢 案一六二一三 陶旗女員工感染Delta病毒 經定序的結果公佈 和日前土耳其境外移入的個案 是同源病毒 而陶旗女員工在八月底 到九月中旬 曾經清銷過四十一個航班 可能環境上間接接觸 導致感染 因此不排除同班機 另外十一名過境 不入境的乘客 也可能感染同源病毒 國內新冠肺炎疫情 再新增六例確診個案 其中本土兩例都在臺北市 分別是二十多歲的女性 與一歲的幼童 另有四例境外移入 並無新增死亡個案 另外日前一名在桃園機場負責客艙清銷 人員 陶旗女員工 案一六二一三感染Delta病疫株 匡列接觸者三百九十七人 檢驗結果出爐都是陰性 經定序結果也出爐 與土耳其境外移入個案案一六一七六 經定序高度相似 經查當時土耳其個案九月七號搭乘的航班 陶旗女員工也有消毒過 疑似環境間接接觸導致感染 因此不排除與土耳其個案同班機 另外十一名過境乘客 不排除也是同源的病毒 羅一鈞表示指揮中心也有調閱陶旗女員工 登機消毒的監視畫面 發現防護裝備符合規定 並無看到明顯違規 至於與土耳其個案同班機入境的九十人 目前進行居家隔離 強調還會進行第三次的採檢 在居家檢疫的期間的三採也不會省 入境的第一次都陰 然後中間會再有快篩 以及期滿的時候的一個採檢 至於新北幼兒園群聚案 仍維持三十三人確診 其中有二十八人驗出Delta病毒 部分接觸者隔離屆滿十四天 十九號其陸續解隔離 陳時中表示新北幼兒園群聚案 後續衍生的社區群聚 是否有新增個案 則要觀察到九月二十二號 記者黃磊 陳信龍 台北報導